我们暗死内鬼小镇之直灯人模式闪亮来袭 在这个模式中会随机生产一名直灯人 它属于船员阵营 不同的是它拥有一个特殊技能 点灯 在内鬼破坏电梯室后 点击死技能可以瞬间照亮整个飞船 当然只对我自己有效 嘿嘿 在我的世界里就没有黑暗两个字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要咱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哇 直灯人 你的光芒永不熄灭 嘿嘿 开始了 这局是食人房俩内鬼 而作为船员里唯一名又特殊技能的人 那跟我的压力不是觉得大了起来呢 希望能用我的技能优势尽快抓住内鬼吧 先来这里刷个卡 快速做到任务也是船员获胜的不二选择 哎呀 破坏灯光了 点灯 嘿嘿 没有办法 我就是正强的 走走走 去趟电信房看看 内鬼是不是动手了 呃 并没有鸡腿 可能是啊 来修店的人太多了 内鬼不太好下手 先等等吧 总会露出马脚的 继续来做任务 不过话说 我们终于这任务条 怎么长这么慢呢 大家都在干嘛呀 嘿 故技重施 内鬼又破坏灯光了 对我来说倒没什么影响 只是其他船员视野会变得超级小 先点个灯 看看内鬼这次动手不 我去 又这么多人来修店 看来大家都很小心啊 害怕自己落单 被内鬼找到机会 可以可以 这下内鬼也只能搞搞小破坏 逛逛门来找找存在感了 看到大家这么小心 哪个我也就放心了呀 我去 快跑快跑 我报警 还好这有个尸体 看来这个YYDS是从大厅到完人 想从医务室跳管道逃走 来减少嫌疑啊 嘿嘿 浪哥我直接就说 看到他跳管道了 果然 大家把票都投给了他 什么YYDS 永远的神 这回还神不神了 现在场上还有一名内鬼 不过不要慌 我们这么快就抓到了一名内鬼 接下来就好关多了 嘿 我说你们这个内鬼 有没有点心意 怎么老想着破坏灯光来搞事呢 在我直灯人这儿 是不可能的 嗯 哎 打更人和秀儿在这儿 浪哥我先假装走了 嗯 哎 然后我再进去 看看有没有鸡腿 好吧 没有 看来这两个人 是内鬼的嫌疑很小 不然刚才 只有两个人的话 内鬼完全可以到另一个 再从管道逃走的 哦 去其他地方看看 这有人在看监控 请你打个招呼吧 哎呀 还是两个人在一起看监控呢 很好 这两个人的嫌疑也减少 分析一下哈 现在场上有八个人 排除我自己 加上刚才觉得嫌疑小到四个人 也就是说 范围缩小到三个人 哦 走 咱们再去观察一下他们去 哎 这有个紫色的鸡腿 这个颜色 好像并不过刚才 觉得嫌疑很小的那四个人的颜色 那咱们先不报警 真相啊 就快出来了 先远离这里 免得传言误会 现在范围又缩小了 还剩下两个人有重大嫌疑 一个灰哥 一个小宝 要是其中一个人变成鸡腿了 那我给你赌一把 直接报警 踢另一个 哈哈 这叫一高人胆大 别着急啊 现在只需要做多任务 其他的交给时间 我估计这个内鬼 也快安站不住了 看刚才那个打工人 和我擦肩而过 完全没有要刀我的意思 我现在越来越肯定 之前退理了 清理一下太空垃圾 这秀妹子也是 也没有刀人的意思 咦 灰哥 是不是灰哥呢 啊 这不太好说呀 继续等等吧 你们看 现在就我和灰哥两个人 他都不刀我 现在我有理由相信 灰哥就是我的铁兄弟 那么那鬼就剩小宝了 不是他 让个我直接把键盘吃了 走 去监控室 和让来货沟通沟通 呀的还看监控 看到现在 也不知道看出啥没有 喂 两位大哥 我去 居然是灰哥 还直接面倒我 虽然浪哥 最后跟着船员一起赢了 但是 小伙伴们 能把吃键盘的事 给忘了吗 OK OK 这就是今天的 阿玛斯 直登人模式了 浪哥我 一顿推理猛如虎 可惜结果 250啊 唉 那今天视频 就先到这里吧 大家喜欢浪哥 我是沫沫模式 欢迎在屏区告诉我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